国小下课时间 七级车一窝风停校门口 镜头观察到有家长 没有熄火怠速临停 依法气温在30度以下 超时会挨伐 因为超过三分钟的话 会有1500到6万的伐缓 对对 这部分再麻烦你配合一下 为台中的空气 一个改善的措施 台中市环保局在2017年 开出了485张劝导单 表示很多人习惯怠速 要改善空气品质 环保署有新的想法 空无法修正案三读通过 第40条 授选给地方主管机关 可以划设空品维护区 管制移动污染源 也就是七级车要熄火 否则不得进入空品区 我们是要去找一个 比较好的地方 让小孩子在这边接送的时候 不要去闻到一些 那个不好的味道 消息传出不少家长认同 为了环境啊 对啊 为了小孩子的健康之类的 对对对 对对大家都是好的吗 你本来就是到一个地方等很久 你就会先熄火 虽然利益良善 但是牵涉的层面较广 台中市政府态度保留 实施过程当中需要跟附近的住户 跟家长在做沟通 那实际上可能需要再研绎 那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台中市政府说空品维护区初步选定台中港区 以及中港毯子加工出口区 工业污染比较严重的为优先 学校部分还要再评估看看 大约新闻归零李月伟 台中报道 对